那林老師 我們看到那裡 雖然那個畫面有一點點讓人毛骨悚然 可是假定他們真的關心菩薩 讓他們對水底這樣 那個什麼 白起來 那些靈到最後會跑去哪裡 跟著走 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每一個人來這個說婆世界 也就是說當人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是一個望 對那個修行人來講 這裡是一個妄念 妄想的地區 所以那個林永遠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苦難的 所以除非你超越了這個地方 所以在佛經裡面記錄了就是說 那個關心菩薩顯了32項 也就是說我們有32成天 到第33成你才了解 原來這是一場 是一場妄念的世界 可是我們現在很真實啊 我們現在摸到的桌子 確實有溫度有那個 可是對第33天的關心菩薩來看 這32 可是我比較 老師 我聽過一個說法 通常都是不是會有一個 穿過一個隧道 濕臨死亡經驗的人 會有一個隧道 然後會有光 可是他說現在越來越困難 因為那邊也實施節能減碳 所以也不 那個光也沒有那麼 每個人這個我同意解釋 在佛最後要死掉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陀螺泥 陀螺泥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 要進入 所以這個地方他開始談到 觀世音跟外星人的廟運菩薩 就在這一集裡面 他談了一個陀螺泥 就是一個種詞 所有念頭 可是信耶穌基督的 也有看到一個光 他是經過兩道 信阿拉的有沒有 對啊 有啊 災區有 我有聽過災區裡面 關於那個新開部落附近的故事 就是一群原住民 他們困在山上 那時候 災難剛發生的時候 身手不見五指怎麼辦 他們困在山裡水長起來 他們就握在一起禱告 十幾個青年握在一起禱告 結果禱告祈求上帝來救他 結果他是說飛來一個螢火蟲 可是你抓也抓不到 可是就是一個亮點 然後就螢火蟲開始跑 那他們幾個青年就跟著那個螢火蟲走 走了大概四個小時 就到山頂就脫困了 這個就是視線嗎 跟那個上帝 而且那螢火蟲也沒有飛走 這不可能是螢火蟲 這個抓也抓不到 那螢火蟲也不可能那麼亮 這個觀世音菩薩就是說 他在講的就是說 你螢火蟲飛四角子就死 他會視線 就跟小林村那兩條狗一樣 他就在那邊等你嘛 有一隻就帶前面一隻鴨後面 就那個小黃跟小黑 如果沒有那兩隻 那個最後一靈的那個很難側村 很難走掉 是…來 我們先休息盡管 休息盡管 休息盡管 所以他剛才那時候 他剛才那時候 他剛才那時候 他年一張就 我們的年紀念 那你相信還是… 好 這本靈界的一者是索菲亞的書 你說你當時不在那個公廟服務的時候 有人恐嚇你說 他當天晚上會派十二個觀音大士 去你家叫化你對不對 結果像剛才那個影片 剛才那個文婉也講 衣服怎麼都穿一樣 鬼怎麼都會穿一樣 都是白袍有沒有 這十二個觀音大士長怎樣 我覺得他是穿白色衣服沒錯 可是我覺得藏得還滿醜的 所以我來說 所以我來說 就是我那時候不願意當靈媒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你接不接天命 然後我就說 接天命用什麼接 用水桶接喔 因為他們總是認為我們這種人 就應該做什麼 然後後來我還是堅持不肯 他們就說那我晚上的時候 我派十二個觀音大士去你家 叫化你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說不要太早來 免得我不在家 然後晚上就 可是其實晚上也不敢睡 就大概十一點多的時候 真的就十二個女鬼 就手牽手這樣飄進來 然後我就用我畢生所有會的彰化 再把他們一罵 他們就從裡面又撈出去 又飛出去了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找我麻煩 你畢生會講的彰化有那些 不行 講啦 你講出來我們把它剪掉 不要啦 曾大哥通常這樣講都不會剪 不要 我現在已經敢 不行 要改過來 你認識說 遇到鬼罵髒話是有用的 有啊 氣勢 那是氣勢的問題 你也把我們剪掉 我們也要把我們罵回去 那是氣勢的問題啊 對啊 你也敢剪掉 沒有 氣勢的問題 你剛才罵得很好 我怎麼有 你之前有剛才罵得很好 讓我們氣勢的問題 這樣氣勢就夠了 那膽大 然後就飄走了 對啊 就沒有再來 那一次就 事件就有點是落幕 就沒有再來造麻煩 鬼罵人家罵 所以我常常覺得 你只要挺過去就好 你越去屈服他 他越會利用你的恐懼 所以你就挺過去了 所以我聽好多藝人 不要怕他 你的意思是不要怕他 其實這個可以驗證的 我聽很多藝人 比方說像廣城一樣 住到鬼旅館 或不乾淨的旅館 真的什麼神都叫騙了 不能動就不能動 後來火大了 就三字經 國罵什麼都罵 能夠罵 可以罵都罵就開了 真的啊 就開了 救神反而沒有用 那個鬼算有氣質的 所以不要讓他髒話 不過在古代裡面 紀錄了很多 就是說鬼呢 也怕慧言 就是說這種髒話 慧言慧語的 還有就是怕那種唾液 就是說你唾一下 會醉花 就是說他也怕窮鬼 也怕那個賭書犬的那個 賭書犬 也怕精緒 倒霉鬼比鬼還更 那個蘇東坡就是 被扁到杭州的時候 就是鬼來找他 到最後那個鬼第一天來找他 說我不怕你 我人家這麼衰 你找我會做什麼 他本來要嚇他 結果他說你不要再嚇我 因為我已經這麼倒霉了 還有什麼好笑 因為曹廷故意那些人 就是發放了一個鬼屋給他住 就是說那家是很大小 但是故意整他 那第一天來 第二天那個鬼又來 鬼又來 他說既然你不怕 那你要不要拜我 他說你現在看看我喝酒 我只兩盤豆 我還有什麼大魚大肉拜你 我自己連拜我武藏斧都不夠了 他說你要喝就來這邊喝 那鬼又走了 第三天來 那個鬼說這樣好了 你幫我寫個記文 可以不可以 他說這個可以 這個我做得到 所以蘇東坡有留了一個 記鬼的文 是當年他也碰到鬼屋這樣 古代遵從文學家到什麼地步 韓語也寫過 真的啊 說什麼潮州鱷魚為患有沒有 寫一個文章 就叫鱷魚搬家 既鱷魚文 鱷魚通通搬到南洋處 對 你們看七分鐘 所有同事都有看 都在那邊討論 很多人都有看到 對 那討論的結果是 就是因為我告訴你 其實很多人的 很多資深的記者 其實討論那麼多 可是感覺就是解釋不出來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 說像過去一樣的 你看這個光影感覺怪怪的 或是覺得這不像是人 就我們以前都會討論 可是這次就是比較難以解釋 而且他真的怎麼會 集體衣服都穿一樣 對 怎麼會穿製的 但是有很多 因為我聽到的 跟索菲亞比較像 就是說其實都是死前 穿的衣服比較多 很多的白衣跟輕衣 就是說他已經得度的時候 衣服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得度就不同了 像索菲亞看到 得度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賭先回家來看的時候 得度的時候 得度不是發制服 他的氣是一樣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只是他 看起來像衣服 其實他是一個集團 就在他們來講 他們是不是 不是 我...不...不具 遊覽車司機救了全車的人 自己卻犧牲 生命中有哪些人是你的貴人 又有哪些人 他是壞人也是好人 讓你又愛又恨